國民黨前青年部主任陳冠安 昨天晚上在臉書爆料說 副總統賴清德九月二十三號 將會在新北新莊舉辦後援會 不過最近卻在打工平臺 出現一則來自六小姐的真人啟示 他說只要出席這個後援會 就可以領五百元的酬勞 刊登訊息還寫著 當天需要徵才五十人 那麼出席活動的時間是下午的三點 多到五點 對此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婷就表示 這一則徵才的資訊 跟賴清德辦公室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還會對柳小姐提告違反選罷法 以及妨礙名譽等罪 另外陳冠安的臉書指控 也很明顯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要求國民黨立刻道歉